到我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我为他剔度而出家 可是善心比丘 他对佛没什么恭敬心 很奇怪 拜了老师又看不起老师 那他只觉得释迦摩尼佛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比他头上放了光 放了光多一点 他对佛没什么恭敬心 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太靠近了 你就看到别人的缺点 他对佛没什么恭敬心 但佛还是很慈悲的 度他出家 他说因为他以今生出家的功德 他来生会遇到贤结千佛 而不要受三恶道的苦 可是他傲慢的习气很强 他对我也不太恭敬 其实我是知道的 所以你想想看 这些加射尊者 阿南尊者 这些僧文众跟佛一生 都三十几年了 一直到佛要灭度 就要讲涅槃经之前 在灵旧山讲妙法莲华经 佛在劝他 微小向大 所以可见要发大正的菩提心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念法华经的人 会发广大的菩提心 是因为文书跟普贤菩萨的加持 也是释迦摩尼佛跟多宝如来的加持 好再看下面 第五个法华经独特的风格 第二十页 也就是设三称法 这里的三称法有几个解释 三称法也可以解为 南传北传跟藏传为一称的佛法 可是在法华经本身 尤其智者大师的这个解释里面 他是讲三称法是指吗 声闻法 圆觉法 声闻 圆觉 跟菩萨 这三称法 最后都会回向一称佛法 我再讲一遍 声闻 圆觉 跟菩萨法 三称佛法 最后都像一称佛法 第六个 最特别的是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比方说 在声闻成 五百弟子授祭品里面 佛为他授祭成佛 甚至佛呢 也为提婆达多 大家知道 佛一生 我昨天说过 外道最讨厌释迦摩尼佛 可是很奇怪的是 佛有这个功德力 佛跟外道一辩论以后 外道都服 佛陀的教法 就学佛了 所以佛的十大弟子里面 有一半 以前都是外道的首领 所以 很多佛教徒呢 以前他也都是修其他宗教 然后慢慢皈依佛门 然后最后再学习佛法 举一个例子 在台湾 我有观察到 很多人现在开始拜了吗 马祖啊 王爷啊 娘娘啊 拜民间宗教 土地公 土地婆啊 还有呢 这个城皇爷啊 很好啊 他起码什么 相信英国 他相信天地之间有鬼神 他对人很善良 很真诚 不像现在的人 心肝都很黑 产生很多黑心食品 对不对 前一阵子呢 很多国家都产生 很丢脸的 我们台湾也产生了黑心食品 所以现在的人呢 为了钱呢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种人 第一种人都是民间宗教 有一点像新加坡四马路观音标 有拜有保贼啊 都都拜啊 那他也不一定是真心佛教徒 反正他王爷也拜 娘娘也拜 对不对 观音娘娘也拜 南海普陀观世音他也拜 这是大悲观音菩萨的悲愿 对不对 这个 温公他也拜 对不对 城皇爷他也拜 土地公土地婆也拜 第二个 有一类呢 是变成正式的道教徒 道教徒就拜天上圣母 包含多贝公 对不对 三太子 清水主师爷 玉皇大帝 对不对 他通通都拜啊 然后透过呢 道教呢 他也开始啊 修行啊 他也开始念金刚经 念普门品 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经 他也念观世音菩萨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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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像我的父亲 就还是一贯道啊 他每天也念普门品啊 他也念大悲咒 但他不是佛教徒 他满脑子啊 都是外道跟民间宗教的思想 所以你不要认为 念普门品跟念大悲咒 就是佛教徒 重点是你要有正性的佛法 皈依三宝 如理如法去做 才是佛教徒 好 接下来呢 你透过民间宗教慢慢修 修修 修福修会 投胎转世呢 到了呢 念观世音菩萨 念普门品 念金刚经 念阿弥陀经 到了这一世啊 哎呀 你就遇到了 良师亦有好环境 你才是正性的佛法 那怎么知道 是不是正性的佛法呢 你从大殿里面是供养的 全部是佛 声闻弟子 或菩萨众 或委托跟 秦兰库法 你就知道这个道场是正性佛教 可是在台湾 也很多呢 就是如是道三家 都是餐餐啊 就什么都拜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身在这个新埔的乡下 有一个叫慈恩宫 我是北埔人 客家人 我们那个时候慈恩宫里面呢 初一十五 我的阿嬷 我的外婆 或者我的外曾祖母 最喜欢带我去庙里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喜欢跟他去 其他都孙子都不喜欢去 一讲到庙呢 大家都跑光了 可是我们去庙里面呢 他就会烧香 他就跟我讲 这是观音娘娘 其实观音哪是娘娘 有娘娘就有公共嘛 其实观音是菩萨 大家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不是男众 也不是女众 他超越了男女的分别 可是我们乡下就是拜 观音娘娘 什么都祈求 求孩子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求发财 求健康 求长寿 反正求什么都去求观世音菩萨 的确就像你们新加坡的 司马路观音庙 当时在心埔的 北埔的乡下 我们的慈恩公 香火也是鼎盛的 而且很多人就 观世音菩萨 都有他的灵验 为什么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心 请写下来 请看幻灯片 一切众生都成佛 佛也为了提婆 达多 受祭 一禅题 一禅题是说 这个人完全没有善根 但他只要肯修行 将来也会成佛 观世音菩萨 不会分 在观世音菩萨的 平等大悲心里面 你是道教徒 你是民间宗教 你是佛教徒 或是你完全不相信 可是你只要肯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都会救你的 为什么 因为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了解吗 所以 我们娑婆世界 有观音跟地藏两位 大菩萨的大悲愿力 不然我们众生 是会更苦的 观音菩萨不会在你 遇到苦难的时候 对不起 你还没归宴 你去归宴完了 我在来救你 那糟糕了 那时候可能发生车祸 或意难 对不对 只要有众生 一心称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请写下来 你烦恼很赤胜 像火一般 贪真痴很强的时候 你也应该念 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的圣号 当然也可以念 阿弥陀佛 也可以念钥匙佛 可是师父会建议你念 观音跟地藏 为什么呢 因为 各位这个两个菩萨的悲心跟愿力很大 就以现在来讲 你现在看到我们有很多灯 对不对 各位可以头反过来 反后面看 你看后面有光明灯 是小灯泡 那要是佛前面有两个灯 对不对 再往前面看 师父这边讲座有两个灯 对不对 远远看好像猫熊的两个眼睛 对不对 那观世音菩萨像什么 像太阳能 当你念他那一刹那之间 你很真心的一心称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要念六十大名咒也可以 很真心的念 观想菩萨 观音菩萨像太阳一样照着你 或是观想观音菩萨 像你们在新加坡 夏天冲凉房 很热的时候 水一灶 你整个身体都很清凉 你心中贪真知的烦恼火 本来要发脾气的 本来要吵架的 那个火 就像无名之火 它就像到了甘露伐水一样 你的烦恼才会调伏 假如你没有调伏你的烦恼 你会很苦的 不管你是富贵人或贫穷人 不管你是住政府的豪宅或HTB 或者你家多漂亮 其实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是很苦的 你永远不会知足的 所以希望各位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的圣号 接下来看第七个 法华经修行的目标跟结果 当然是要证到大乘的法华三昧 最后原成无上的佛道 所以中国曾经说 开会的楞严经 成佛的法华经 法华经是讲 让你设三层法 原成一称佛道 第八个请做一个记号 在修法华经 不管你念哪一品 普门品 或是安乐行品 或是有人最喜欢念二十八品 这个所谓的普贤菩萨劝发品 不管你喜欢念哪一品 有人也喜欢念咒 念陀罗尼品 不管你念哪一品 你都要修这四个条件 请做个记号 在二十页 第十三行 在妙法联华经 这个 法师品地时 说修妙法联华经的人 要快速认到了大乘三昧 第一个要修大慈悲心 Universal Compatriate 第二个要修忍辱与柔和 柔和 Gentle Manner 第三要修忍辱 Continuous Patience 第四个要了解一切诸法必进空 Realization as emptiness of the old phenomena 这四个请背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待会在二十一页 跟二十页底下会有记送 我会解释 好 现在我来先表演给你看 来 请问 来 师傅来比一下 请问我的灯 跟这个 我的这个水壶 水壶 来比哪一个大 哪一个灯 大 灯比较大 还是水壶大 好 灯比较大 水壶跟木鱼比哪个大 水壶比较大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再比一遍 注意听哦 木鱼跟茶杯比哪个大 水壶 水壶跟灯比哪个大 灯跟桌子比哪个大 桌子跟讲堂 讲堂大 讲堂跟虚空 虚空天空比哪个大 好 再看一次 这个木鱼跟茶杯 这个茶杯比 茶杯大 好 茶杯跟这个灯比哪个大 好 那我问你 这个茶杯呢 大还是小 你就讲不出来了 答案是不大也不小 好 请写下来 它没有大小的概念 不大也不能小 那有人有说中 中是因为你心中有个小的标准 会有个大的标准 相比呀 你才知道茶杯是大的 或是中的或小的 好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比喻 注意听 这里讲的大杯心 大是广大 无边的大 这个大来自于平等心 请写下来 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 刚才我用木鱼 茶杯 灯 桌子跟讲堂 这个都是相对的 其实这都很小 佛经讲 大慈大悲 旧苦旧难 广大灵感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是广大 无边的大 也就是说 我们修很多观音法门的莲友 心量太小了 你只想到你自己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不好意思啊 师父又来震撼你 你不是念吗 拜大悲餐的时候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知一切法 可是很多莲友呢 只喜欢诵经 拜餐 却不喜欢听经啊 这是很奇怪的哦 你要愿我树知一切法 你要听闻佛法闻思修啊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渡一切中 你也会唱也拜啊 待会出去呢 下面楼梯呢 吃饭的时候 看到一个莲友 快点快点快点 你怎么这么慢啊 你对你旁边的人 根本都没有慈悲心啊 这样的话 观世音菩萨是不会保佑你 为什么 写下来 你所说的跟所做的 心量太小了 当然你会说 哎呀师父 我就是一个 很老的 uncle跟unty吗 对不对 我的能力有限 不 你的心啊 本来像太阳一般 你要发怨 你要开始从你周遭的人 慢慢慢慢的去关怀 你每见到任何一个人 你都很真心去关心别人 这个才叫 universal compassion 可是在这个当中啊 第二个问题来了 就是你对别人的时候 要柔和一点 心不要那么固执 不要那么刚强 不要那么这么自私 不要这么ticky stubborn 很多佛友都是这样 嘴巴会念大悲咒 可是看你的个性 都还是很固执啊 对不对 你的心要柔和一点 你怎么知道 我修法华经 我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有用呢 心 你看开始 心量本来很自私的 现在开始慈悲心 越来越广大 慢慢慢慢慢慢 慈悲心会广大 我现在跳过去 给你看几张图片 慈悲心的广大像什么 像灯 各位看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是事实上 这张图片是台湾 阿里山的日出 看起来有像呢 和眉山普贤菩萨的云海 你看去日东升的太阳 万里无云 都可以看到太阳 可是我们的心呢 刚开始只是像蜡烛 你看我们点灯 在META点灯很庄严 可是你会发现 这些边的点灯 就不能照到Chinatown 为什么 因为蜡烛它有时间 跟空间的距离 可是心是没有距离的 写下来 心透过观想与发愿 一盏灯可以供行结千佛的 为什么 心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距离 但是虽然这样讲 但是心你要去训练 你心没有训练 而且你会发觉 我们在点灯的时候呢 传灯的时候呢 有冷气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要把手遮住 可见我们呢 这个灯上面还有一个灯罩 灯罩是我们界定会的功德 那你慢慢的训练 你看你的心 只会照角落或一个空间而已 慢慢呢 你可以向到了灯塔 像我们台湾南端的 叫鹅兰壁灯塔 海边的灯塔 白天跟晚上 它都会放光啊 为什么灯塔旁边要有灯塔呢 因为怕晚上的那个船啊 撞到那个岩石 岸礁 对不对 你看 我们的心就开始要学着 华人你要对他慈悲 马来人 印度人 巴格拉德士 对不对 我通通对他都慈悲 人家对我好 我也慈悲 人家对我不好 我也对他慈悲 人家帮助我 我也对他慈悲 人家害我 我一样对他慈悲 才叫大慈大悲啊 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并不容易做得到 但要慢慢来 最后你看观世音菩萨的太阳什么 就像片照全球所有的都市 伦敦 纽约 东京 新加坡 雪梨 KL 每一个所有的都市啊 观世音菩萨都照啊 这才叫大慈大悲啊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体会这段话 不然你觉得 哎呀师父 我这念了很久的普门品 对呀 你有念总比没念好 可是你的心永远还是这么小 对不对 你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念了 有没有转动过我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下面的记忖 请看 在法华经里面 第二十页 第十六行 若人说此经 应入如来事 早于如来依 而作如来作 处众无所谓 广为分别说 大慈悲为事 柔和忍入依 诸法空为作 处此未说法 所以后面三个寄送 就是我把它写在每一页最上面 法师品 请背起来 这个很重要 你按照这四个真正去做的话 所有法华会上的佛菩萨 释迦摩尼佛 多宝如来 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所有的大菩萨 都会互念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表里如一 不但念经而已 你在内心里 也真正努力 慢慢的去做 好 那请看一下 记诵 假如有人说此经 此经是指 妙法莲华经 身口意 应该进入如来的家世 如来就是佛陀 那穿如来的家沙 衣服 这里的衣是指 忍入衣 下面讲 柔和忍入衣 我们人是有惭愧心的 不像动物 动物是不穿衣服的 你看猫跟狗 对不对 现在大概只有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好的主人呢 会为自己的 这个小狗小猫 宠物买一些衣服 在我们台湾冬天的时候 也是很奇怪 再出来遛狗 那个狗跟猫 穿的衣服都比我们人还酷的 而且还花很多钱的 当然这个主人很有慈悲心 但我要讲是说 我们人啊 是有惭愧心的 我们人要穿衣服 没有穿衣服的话 你是很丑陋的 是不够庄严的 所以穿如来的衣 这里的衣是下面 柔和忍入衣 坐如来坐 这里的如来坐呢 是什么 诸法空为坐 好 现在来看下面 做真正修妙法灵华经 或修大乘法华三昧的人 处在所有的大众当中啊 他是无所畏惧的 为什么写无所畏惧呢 请你画下来 因为他表里如一 人修行啊 应该先修到自己 表里如一 这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都告诉我们要假假的 才能够生存 有时候你问人家 哎呀 你脸又好吗 对不对 其实心里不太好 我很好啊 Perfect 其实心里啊 最近是不太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怕人家嘲笑你 第二个 做给别人看 我们人其实常常活着 都是为别人多 这里的为别人多 不是为别人服务哦 而是呢 包装自己给别人看 人有时候很奇怪 要包装给老板看 要做给爸爸妈妈看 然后要做给同事看 要做给朋友看 然后呢 都怕人家笑你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在意 人家看呢 当然 若是你的好朋友 或是你的老师 给你建议 你应该去想一想 若是你真的有错 就应该改 因为甚至上 好的朋友建议 但我这里讲的是说 我们啊 人常常表里不如一 所以学佛应该先学 表里如一 请写下来 怎么知道自己 表里如一呢 就是你断气的时候 你觉得这辈子啊 没有对不起 任何一个人 这个很不容易 我再讲一遍 处众无所谓 你为什么会恐惧不安 因为你心里呢 有恐惧不安的种子 你想你有意无意 伤害过别人 毁谤过别人 或在背后 讲人家的是非 或八卦 你觉得很guilty 那种罪恶的心啊 是会障碍你开悟的 修行你应该学 表里如一 跟别人道歉 并不丢脸 道歉了 表示你有善根嘛 因为没有成佛之前 大家都是不原版的 可是你要学会 要跟别人道歉 我刚才说 宽恕别人 原谅别人 是慈悲心的第一步 同样的 你不要包装自己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我们台湾曾经做过 临终关怀讲座 其中有一条 就是告诉你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会怎么办 很多人其实在 前一二三里面 都有一条说 我很想去 跟我以前伤害过的朋友 或是我伤害过的亲戚 跟他说对不起 我说你为什么要断气了 现在就好去讲啊 不然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我们人拉不下你的脸 对不对 因为中国人死爱面子 英文叫mask 各位有去看过吗 Indonesia也很多的面具 韩国人 日本人 也有很多的文化舞蹈 也很喜欢面具 所以你在大众当中 你表里如一的话 你身心清静 就不会有所不畏 你会觉得恐惧不安 那要问你自己 你到底怕什么 你要去问自己 接下来广卫分别说 分别说什么 就是一条一条说 妙法莲华经的教义 首先要有大慈悲心 慈悲就像一个温暖的房间一样 对不对 在我们台湾是有台风 也有地震 当然从新加坡看来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从小都习惯了 因为我们台湾就有春夏秋冬 然后因为台湾有地震 所以台湾也有温泉 Hot spring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台风跟地震来的时候 只要你把窗户关好 然后不要去出门 24小时待在房间里 准备好手电筒 泡面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台风过去了 就过去了 表示说我们台风来了 或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躲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那同样的 众生在轮回当中 哪时候他觉得很安全呢 你要有慈悲心 举一个例子 很多在座的很多怜友 你虽然学佛 但是你要关心你的孩子 我讲一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 不要说谁 最近前几天 我听到一个佛友 突然打紧急电话给我 他放声大哭 为什么 因为他的女儿不幸怀孕了 他不知道 很年轻吧 大概16岁或17岁 他很关心他的女儿 可是呢 他女儿怀孕了 他并不知道 那怀孕呢 也不讲 平常沟通也没有说 接下来 接下怎么办 就长了七个月 到了七个月 突然有一天流血了 就送到医院去急救 因为女儿才十六十七嘛 他还在青春期嘛 发育不是很好 结果他的子宫呢 就比较小啊 对不对 就生娃娃的时候 生不出来 大量流血 然后只有七个月 医生跟他说 要嘛你救女儿 要嘛就是救小孩 两个里面会有 一个会死掉 要剖腹生产 而且他提醒他说 假如你的孩子生出来 老实讲 怀胎十月 你现在只有七个月 剖腹生产啊 其实生出来的孩子啊 眼耳鼻舌生意 都不会健康 可能会变残障人员 请问你怎么办 那一天呢 他很晚半夜啊 突然透过一个佛友 找到我 打电话给我 放声大哭 师父你救救我 怎么 我说慢慢讲 慢慢讲 他第一个问我 说师父 那算不算杀生呢 我说没办法 两个众生里面 他说先救你女儿吧 因为你女儿还能活嘛 那那个之后 他说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只好把孩子拿掉咯 你不是有益的 对不对 你得两个都是众生嘛 你得先救嘛 能够救的人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就说 那请问剖腹生产以后 那个娃娃 对不对 在医院里面 其实都是一块肉嘛 对不对 就全部一起处理 我说不可以 你应该把它收集起来 送到新加坡的 有骨灰火化的地方 去火化 火化以后 他跟我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去海藏 我说新加坡海藏 也是不方便的 要不要做牌位 我说也可以 但不要乱花钱 然后呢 你就把它 我说假如你没有把它 好好处理的话 那个孩子是会恨你的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专心听 我知道新加坡有很多道场 都喜欢谈堕胎 其实我不太喜欢谈这个主题 但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你有青少年的孩子 男生女生 帅哥美女 你应该教他 我也师父也不觉得说 这没有什么丢脸不可以谈的 中国人都假假的不好意思 那出了问题你再讲 师父怎么办 我真的很想讲凉拌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师父那我们要忏悔怎么办 我说念谱贤行愿品 我跟他讲完话 我说你不要担心 你的女儿会活下来的 待会师父就帮你点灯 但是不要哭 要勇敢的去做 对不对 那他就问我 那师父我们算不算杀身 我说没有办法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假如有一个小孩子要进门口 突然你们夹着他 夹着他的手 很痛很痛 你说他恨不恨你 其实他当然恨你嘛 生命你既然来投胎了 就有他的权利 你若堵住人的生命的话 当然他就会恨你嘛 对不对 那没有办法 那这个孩子跟你们家的缘 就是已经近了 很短 接下来 我第三个还要叮咛他 注意听 深呼吸 不要再骂你的女儿了 他已经很罪过了 你还骂他 做什么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啊 帅哥美女爱来爱去的 也都不讲 我有时候会当着佛友面前问 帅哥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说没有 我说对 在妈妈面前都说没有 后面那一大堆 要教小孩 你不是要度众生吗 你家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都不教呢 大慈悲为事啊 忍辱 柔和忍辱一 对你的孩子要耐心 甚至你要包容他 一次 两次 三次都可能会做错 真的 对不对 而且现在呢 年轻人想法跟我们佛教徒不一样 外面的五欲六成诱惑很多 你不要害怕 你应该去教他 教他怎么选择朋友 教他呢 不要动不动呢 就把人家肚子里搞大了 然后再来忏悔 再来堕胎 那为什么当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呢 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嘛 你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最后他就处理了 最后师父给他电话 我说你半夜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他现在还在主里中 请看幻灯片 慈悲不是嘴巴讲讲 请写下来 慈悲要有去行动 去关怀 关怀你周家的人 老人有老人的问题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 孩子有孩子的问题 我们都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其实我们要从慈悲心 关怀周遭的人 接下来柔和忍入一 要有耐性 要至少给众生三次机会 在菩萨界里面讲 你至少要劝他三次 有时候并不是劝他一次 他就改了 可能这次解决了 对不对 他还电话里问我说 师父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没办法听你讲经 我说你又来了 又来假假的 先做你的事 他说那等我出力的时候 我再带我的女儿来见你好吗 我说好 因为我见过他女儿去年 他女儿非常的聪明 对不对 我说你不要再骂他 他已经内心很罪过了 你再骂他 其实是你是最不慈悲 你应该鼓励他 告诉他 把前后的来由告诉你 他现在他年那个女儿的 男朋友是谁啊 都不知道 我说你做这个妈妈真丢脸 还说是佛教徒 对不对 连自己的女儿都照顾不好 对不对 你要有耐性 而且心要柔和一点 不要那么刚强 知道吗 我看到老菩萨都这样 你这天念佛诵经 你回家骂人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是没善根的 这个业障深重 就应该念普贤行愿品的 我要是你儿子的话 我是女女儿的话 我告诉你 我第一个也跑掉 你太不慈悲了 你讲话是很毒的 很伤人啊 你想想看 假如你是小孩 爸爸妈妈这样跟你讲话 你会接受吗 所以佛教徒 修行不是只有在嘴巴上 你真的要从内心里去转变 最后 诸法空为座 后面要告诉你 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要了解波日波罗蜜 然后呢 除此而未说法 此是要前面三个条 四个条件 大慈悲 二 柔和 三 忍辱 四 了解一切法空 你看看 下一张幻灯片 菩提家也 释迦摩尼佛 衔接千佛 成佛的地方 尊贵的佛陀 从来他不会去舍弃 任何一个众生 其实在佛陀 成佛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佛陀在大法会里面 尤其是大乘的佛法 佛陀在讲本身经 讲过去自己也曾经在地狱 恶鬼畜生堕落过 佛陀也讲自己过去 跟耶稣陀罗 多生多劫都是夫妻 佛陀讲这些话的时候 所有的大菩萨都在听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八大菩萨 所有无量的诸佛 都在听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但是 没有一个人 瞧不起佛陀 为什么呢 因为在没有成佛之前 每一个人都在轮回受苦过 第二个解释是 所有的佛都正入了 无我跟空性 他听佛讲经的时候 看到佛的过去式 录影带 就像看电视荧幕一样 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要永远只放在心里 所以佛能够当众 勇敢地讲 自己在本身经 在过去式 提婆达多 生生世世 这样障碍我 可是啊 我却很感谢他 佛陀才是伟大的 成为佛陀的原因 是因为佛陀并不会 逃避自己的不圆满 接下来再看 请看经文 第二十一页第八行 要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来灭后 为四众弟子说 妙法灵华经 云和应该说呢 是善男子善女人 应该入如来事 着如来依 坐如来坐 这一段是原来的长行文 在二十页呢 是浓缩为祭诵 因为法华经常常有 祭诵跟长行 佛会重复说 接下来看 而乃因为四众广说诗经 如来侍者什么 看一切的众生当中 具有大慈大悲的心 注意一切的众生 现在一切的众生 就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那请问 各位新加坡的佛友 常常会问的问题 你看到厨房里的 蟑螂跟蚂蚁呢 你怎么看它 哎呦 赶快走 我还看过老菩萨 跟我说 师父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好一直叫他走 然后就跟他念 三遍往生走 你去极乐世界 我就问他 你确定他真的去了吗 杀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没有错 答案是什么 这里讲一切众生 看幻灯片 问题是 假如你是阿罗汉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蟑螂啊 是过去你的爸爸 你一定会放声大哭的 你一定会把蟑螂捧起来 然后呢 关在一个小笼子里 然后给它吃最好的 问题是什么 我们看不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我们很难对蟑螂或蚂蚁 或是讨厌的动物 请问你看到狮子会对它微笑吗 你只会看到猫跟狗会微笑跟兔子 我们会用我们人 私心的角度分别 对我好的 我才是慈悲 对我伤害的 我就不慈悲 请写下来 你们是选择性的慈悲 不是说我们各位佛教徒没有慈悲心 但是你是选择性的慈悲 你不是观世音菩萨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大悲心啊 观世音菩萨是看一切众生 讲一切众生的话 包含呢 遇到对你左灵右舍不喜欢的马来人 印度人 喜欢呢 跟你挑战的基督教天主教 你对他还是要有慈悲心啊 你不管他等完对你 你对他要有慈悲心啊 所以这个才是佛教要修的地方 如来逝者 看幻灯片 看讲义 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 如来依者柔和忍辱心事 如来作者要证悟一切法空事 所以一切法空请做个记号 所以不管你学任何的法门 就算你修要识法门 最后你要成佛的时候 一定会拜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做老师 也会大学一切般若波罗蜜 也会拜大恨普贤菩萨 做老师 学普贤十大愿 这两个是十方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 最后成佛的必修两个法门 最后安住适中 然后以不懈怠心 以不懈怠心起画起来 为诸所有的菩萨 及四众广说是妙法莲华经 好请看讲义第二十一页 所以要具足这四个条件 你修妙法莲华经 乃至于念一记或一句 佛菩萨都会互念你 很多人听到说 我念一记一句 那我就随便念几句 不是这样解释 而是说 你能够闻到妙法莲华经 但是呢 你真的按照这四个条件 去做的话 他就会升起广大的力量 那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 多宝如来 释迦摩尼佛 都会互念你 乃至于法华会上的佛菩萨 也会互念你 所以当我们在读经文说 念一记一句 乃至于不堕三恶道 他并不是以散乱心念 而是说 他念的时候 其中具有了大悲心 柔和 忍辱 跟了解 一切法不是真实的 那样的道理的话 他了解以后 而去念的话 就会产生力量 接下来再看 因此我当时在创 上野经社的时候 我就会写这个 学习 关怀 跟奉献 我想跟各位分享 不是炫耀的心 你不要小看这三句 师父学佛学 二十五年 能够写出这三句 很不容易 这三句 你可以在佛法用 也可以在家里用 也可以在公司用 菩萨道 就是要不断地学习 Learning Dharma By Practical Doing Patiently 你学什么 学佛法 当然 你若是在公司行号 也要学应该你要懂得知识 跟技术 而且你学得要有用 而且在从做中学 做的当中要有耐性 Payently 我们有时候人 很没有耐性 第二个 关怀 关怀也可以用Care 或是Take Care 照顾自己 我照顾别人 或Consideration 关怀谁呢 关怀别人 Others By generating the Universal Compassion 从你生起广大的大慈大悲 没有分别的这个 慈悲心去关怀别人 我们人常常是很自私的 只想到自己 第三个 奉献 Contribution To all sentient beings 想一想我们来的人间 我们对于佛教 对于众生 或是对这个正法 我们有没有奉献过 By generating the ultimate wisdom 要透过初世间的智慧 所以在你要做关怀跟奉献之前 要宣学智慧与慈悲 尤其是智慧 现在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下次我在静明也会讲 因为静明有一段经文里面 讲观世音菩萨 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有一次师傅在台北做MRT 简单的讲 Welcome to Taipei 不管你去不去过 东南西北中 中间是火车站 东边是大家知道的101 北边是淡水 我们的经设在西边板桥 南边是新殿跟乌来 有一天我坐捷运 在台北火车站中间跟淡水的中间 有一个叫做石牌站 那天我跟我朋友八点钟有约 我跟我一个好朋友约好 我多年的同学 我跟他约着我要去吃饭 结果那天呢 我就坐着捷运 比较早一点到吧 大概七点或十五分 或七点半我就到 那看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结果人非常多 因为那时候下班了 下班的时候呢 突然呢 我下了班 出了捷运以后 我看到了一个瞎子 瞎子知道吗 就是盲人啊 他就拿一个铁这样 扣扣扣扣 很多人都跑来跑去 没有人要理他 那时候我就看到了 我看我时间 我还有半个小时 或许我可以帮助他吧 我心里生里一个善念 我就先念 然后就走过去 因为他是瞎子嘛 所以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跟他说 先生你需要帮忙吗 他听到了声音 你知道瞎子的人呢 虽然是厂障人员 他看不到 但他耳朵是很敏锐的 他一听到 他说 哦对 先生我需要你帮忙 谢谢你 这么多人下班时间 大家都很忙 你可以帮我的忙吗 我就问他 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往前走 大概走个十分钟 到前面向右转 有一个Yamaha的机车 机车呢 然后再进去的巷子里 那可以请你扶我吗 好 那注意听 在台湾 我们帮助人也要智慧 对不对 那他是男生 所以我们也知道 要礼貌 就是抓着他的手就可以了 抓着他的手 他就继续走 他就突然问我 请问你做什么行业的 我就愣了一下 那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或天主教徒 我都不知道 我只有一颗心帮他 我说我是老师 我没错嘛 我以前是老师啊 我现在还是老师啊 我只是法师 然后他说 那你教什么科呢 我说我教很多科 什么都教 然后他就这样 突然他说了一段话 听你的声音 你一定长得很 就是很帅啊 他并不知道庄严 他说你一定长得很漂亮啊 或是很俊美吧 你的心一定很好的 我说是吗 你看不到我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吗 他说对 我们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万物的变化 接着我就牵着他 我心里一样念 走着走着十分钟 然后向右转 然后他就 我就跟他说 我看到了亚马哈 亚马哈是一个机车店 我说先生我看到了 不过我们现在要过马路 现在车子非常多 我抓着你 你跟着我 我说走 你就走快过去 他说等了大概三分钟 有公车 有机车 有摩托车 很多很多车 我心里念佛 我就跟他讲 我说可以了 我们一起走 我就陪他过去 过去了以后 就进入巷子里 我说那你还要陪我走吗 他说对 还要继续往前走 走个五分钟 到一个面包店 面包店又转以后 对面有一个八十四号 我就到了 那我想好啊 我就去这样 继续 然后他突然就问我 他说那你也刚下班吗 我说对吧 我每天都很忙 刚才问我 他都不知道我是谁 局师傅讲 我就跟他聊 我说那你一个人住吗 他说对 我一个人住 我说 他说一个人住 对 那你有没有结婚呢 他说没有 他说像我这样子 丑丑的 我又看不到 这个世界的女孩 都很现实的 其实也没人要我 不过我一个人习惯了 我说那你一个人 能够照顾你自己吗 他说没问题 我还好 我已经习惯 我说那你做什么工作呢 他后来再告诉我 其实他是盲人按摩师 他每天都要在 石牌捷运站 搭非常远 三十分钟 到另外一个捷运站 做了工 一天要做八个小时 跟十个小时 然后再回来 回来就他一个人自己去 然后一个人回来 我插播一下 我们台湾捷运 Metro有很多服务人员 对于这些盲人 其实都是照顾得很好 或disable或老人 我们都会有 捷运站都有人 专门着照顾他 带他们进站出站 那我就问他 那你租的房子呢 是租的还是买的 他说现在房子太贵了 什么都账 薪水没有账 其实是买不起 我租的 我是一个亲戚租给我的 我就继续带 带了我就跟他说 我看到面包店了 面包店对面有84号 到了门口 然后他住四楼 我就礼貌问他 你要送我上去 我送你上去吗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进入你家 因为现在的暴力的人很多 坏人也很多 他们也会害怕 知道吗 虽然人家帮我 可是他看不到 我说你要我送你上去吗 他说不用不用 我到门口就知道 然后我就说 那你自己拿钥匙 帮助人要有智慧 不要太激婆 待会你碰到他 还要被告性骚扰 这真的要有智慧 我说你需要我帮忙 你就讲 然后他就拿钥匙 然后那半天呢 好像呢 钥匙也拿错 然后他找对了 孔擦了 他就这样 啪的一声 然后我说 那你爬得上去吗 知道路吗 那时候还好没有下雨 然后他突然转头 后来回来 先生你心很好 下次你还会来吗 我愣了一下 我说我不太知道 我不住这里 我住在另外一个 很遥远的地方 假如我有机会 还碰到你 你不嫌弃 我要你 你要我帮忙 我在路上碰到 我还会帮你的忙 他说你的心很好 祝你一切都幸福圆满 他就上去了 你知道当他门关 他那一切呢 师父哭了 我内心却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皆成佛 我为什么讲故事给你听 看幻灯片 我们常常讲 要关怀别人 奉献别人 关怀别人是你的心 师父从头到尾 都没有花一毛钱 但是是用我的真心 那为什么我也真实的跟你分享 答案是 关怀别人 不一定要炫耀你什么身份 其实这个人 从头到尾 他都不知道我是和尚 或许他知道我是和尚的时候 搞不好他是基督 天主教徒 他说不要 我不需要你碰 我自己走了 第二个 你关怀别人是要真心的 但是也要尊重别人 因为这个社会上 好人坏人都很多 所以懂了吗 我们台湾也有训练 礼仪 就是帮助盲人 你不可以摸他 你只能抓他手臂 他会给你手臂 你就扶着他 这样就可以 这是对别人尊重 过去呢 在这路上 第一个问我 请问你是做什么 我说我是老师 我没有说谎 但我没有告诉他是法师 因为有时候 你告诉他是法师的时候 他反正会有排斥跟拒绝的心 第二个他问我 那你教什么科 我突然愣一下 我教很多科 婚伤喜庆 生老病死 我通通都教啊 对不对 第三 对不对 那我也关怀他 对不对 其实盲人 其实他们身体虽然是残障 他们他心里是充满了光明的 我们也不要看清他 第四 那他告诉我怎么走 我就怎么走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时候你要去尊重别人 有时候关心人 不要关心热过头 尤其是各位的佛友 我直说我们都是佛弟子 男众跟女众之间 也要有距离 不要关心过了头 你明明有老婆的 结果你很喜欢关心那个师兄 到最后产生很多不要的误会 所以关心人 事事要有尺度的 最后呢 他突然跟我讲说 你的心很好 你下次还为了我帮我吗 我那时候真的愣了一下 是不是打不出来 因为来生还不会再见到 其实不瞒你说 后来我有再去那个捷运站 也显那个时间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 也就是说 你要珍惜所有的缘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是第一次 听起来有点矛盾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你会很珍惜 因为是最后一次 所以你会很感恩 但是我心中却发了愿 愿度一切众生 皆成佛 将来我成佛的时候 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道价慈航的时候 这个人我一定能够度他 因为当他是瞎子的时候 师父曾经帮过他 这才叫真正的关怀众生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 太在乎很多的框框 有太多的仪式 太多的教条 你却忽略了 关怀别人真正的本质 就是什么 清静的大悲心 了解吗 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跟你真正的分享 那时候我就想到 补门评讲 因以合身得度者 记忆现合身而未说法 那时候就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它不是只有个经文 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法 当你关心孩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孩子做朋友 当你关心你的朋友的时候 你就应该以朋友 同理心去体谅他 而不是永远去责备他 人都不喜欢被人家伤害 人都喜欢被人家尊重 所以讲了半天 刚才那个故事是 到最后他也不知道 我是和尚 可是我却跟他结了善缘 我相信我将来 成佛的时候会度他的 了解吗 接下来看 所以上一经社 我曾经写过宗旨 我们先要有智慧 不是宣洁慈悲 慈悲若没有智慧的话 慈悲里面呢 中国有一句话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很重要 方便就是善巧方便 可是中国的主持 也同样写了一副对联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假如慈悲里面 没有智慧的话 你越慈悲 人家就是利用佛教的慈悲 其实会产生 很多的祸害的 请问 你现在对不良的少年 你怎么样用慈悲 感化他呢 你对于呢 常常的troublemaker 永远制造麻烦 我专门偷你家人的 钱的那 这些亲朋好友 你怎么对他慈悲呢 你有时候会觉得是矛盾的 你说 有些呢 亲朋好友 总是跟你骗钱 跟你借钱 就是呢 要去赌博 或是呢 去买毒品 或是每天就吃喝玩乐 就因为你帮他 所以他就吊了郎当 可以 不工作了 这时候 你不要给他钱啊 才对他是 大慈大悲 所以慈悲是要有智慧的 怨恨 就是无有穷尽的 像普贤菩萨的大怨大恨 最后 你的心要有禅观的心 最后 在家出家 家和要和和 所以佛门讲六合境 最后你才能够让他走向 初世间的解脱 ultimate liberation 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盲人 或许他很可怜 他也是孤孤单单的 他没有家人 我从谈话中也知道 第二个 他也没有说要结婚 也没有女朋友 为什么 他说像我这么丑 我又瞎子 没有人会喜欢我的 我说不会的 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路上 我就像朋友一样 鼓励他 对不对 所以 解脱 要从轮回去中的解脱 需要很多很多的 修复修会的 好 接下来西抗这次演讲 当时呢 我在编这个演讲的时候 师傅也发了一个愿心 把偶艺大师的科判 全部翻成了英文 subtitle 可能呢 对有些